朋友们大家好 我前段时间我就和大家说过这样一个话题 母胀熬一旦怀孕之后 他是非常喜欢睡觉 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 这个母胀熬怀孕之后 他喜欢睡觉是什么原因 喜欢睡觉 他是分着一定的时期的 配种之后20天到30天这个范围 是最喜欢睡觉的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是受精卵 开始着船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们显得比较懒动 耗睡觉 在这个时间身体会显得比较轻瘦 死口会下降 不喜欢吃东西 到了30天之后 那么他的死口会慢慢的提高 在30天以前 从他的外在的一种表现 可以来看他 那么就是他不爱活动 爱睡觉 另外死口下降 这是受精卵开始着船的一个时间段 30天之后 死口慢慢的就开始就起来了 最能吃的话 是从35天到45天 他是最能吃的 基本来说每天抬进去的食物 都能准确给他吃空 在一个钟头都能准确给他吃空 那么像这个添加剂的话 像微量元素 钙片 钙粉 和胰油 那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三个营养物质是保证胎儿充分发育的一个基础 没有了这三种物质 你肉喂的太多 那么对于这个小狗上来说 他也不生长 生出来的小狗也还是瘦弱的 看这家伙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难动 非常的难动 为什么 因为正是受精卵 着船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喜欢睡觉 不喜欢这个活动 在这些方面都是有着一定的原因的 其次要通过他的乳头和乳腺来判断 乳头乳腺要在20天以后就慢慢的会发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像这个乳头25天之后 它会慢慢的变大变红 那么到了30天之后 它既有弹性会拉长变盐 这是乳头的一种变化 乳腺的变化就是指这个奶精 它的奶瓶当中的话呢 会出现一道精精 那么这道精的话呢 就称为这个乳腺乳腺一发育 那么这个狗的话呢 就是百分百的怀上 其次还要看它的一个分泌物 分泌物的话呢 是指它的这个桃子里面 会时不时的分泌一种 像胶水一样的一个液体状 和鼻涕状的一种液体状出来 那么通常看到这样的液体 那么这个母狗都是百分百的怀疑 这都是对怀疑的一种这个判断 这种判断甚至也会超过咱们用超声波 来检测它 是最正确的 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百的准确 好了 今天就不和大家闹了 就说到这里啊 把这个正常的洋潜的一些知识 普及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给大家带来快乐